本次新加坡大满冠赛上孙颖莎在半决赛的对手是王曼玉 两位女拼主力也是赛场上的老对手 过往交手战绩来看也是旗鼓相当的 但这次半决赛中孙颖莎是以4比0的大比分战胜了王曼玉 即去年拼超联赛之后也是孙颖莎连续第三次战胜了王曼玉 但不得不这次比赛争议最大的还是前天一了 前天一座位这次新加坡大满冠赛女单决赛的另一位球员 半决赛中前天一也是以4比1的大比分战胜了张瑞 要知道张瑞虽是一名女拼主力周边的球员 但曾多次战胜过世界第一的孙颖莎 能如此惊人的比分战胜张瑞的前天一 可见其状态在决赛也不会差 而前天一的本次大满冠赛的晋级之路是充满了艰辛 首轮前天一是3比0轻松战胜了台湾名将陈思雨 次轮是3比2的比分决定逆转了外写最有实力的伊藤美成 第三轮也是3比2的比分让2追3逆转了法国一解原家难 第四轮是4比1战胜了欧洲的波尔卡诺瓦 前天一自从有徐辉教练的指导下 前天一的球技的进步已经是有目共睹了 今年的第一战赛是南非 战前天一是立刻多位外协新秀拿到了单打冠军 在果阿球星挑战赛上前天一也是扫除一个外协名将 战胜了曾在去年亚洲杯击败过程兴同的印度一解巴特拉 而本次打进世界级大赛大满冠赛决赛的前天一 也算是真正表明了想近身主力的志向 本人认为巴黎奥运会周日应该以莎莎为核心 王曼玉 前天一座为辅助 这样的阵容年轻有活力有激情 教练组是否可以考虑呢 本次赛事决赛将会是孙颖莎和前天一的对决 莎莎实力堪称强大 心理素质好 经验丰富 前天一座为新兴有能力于莎莎一较高下 手心手背都是肉 谁夺冠都是国拼的胜利 今晚19点 最后的冠军争夺将在孙颖莎和前天一之间展开 这个结果估计赛前很多人都默想到 如果要问在女拼方面 这次大满贯的黑马是谁 应该有两个 一 一个是从资格赛一路打上来 最后闯进八强 并与孙颖莎莎的难解难分的韩国21岁新星朱千希 二 另外一个也是最大的黑马 就是过关斩江 屡创惊人之举 一路杀进决赛的前天一了 赛前并不被人看好 而现在确离冠军锦衣不知摇制这个结果 又有谁能料到 并且不管最后的结果如何 仅仅凭借这个决赛身份 前天一这次就收获满满 不仅拿到了1400分的高积分 另外还有6万美元的高奖金 可以说是名利双收 满载而归 而且凭借这1400分 前天一的世界排名也将发生很大的变化 由原来的1210分增加到2610分 如果没有其他扣分的话 他的世界排名就将超过程性同 飙升到世界第七位 从20名开外一下闯进世界前十了 你看 这个收获和变化大不大 一夜之间天翻地覆 直接跨入世界第一梯队的智者 可是无数职业球员都梦寐以求的是 那么这次比赛 前天一位何会进步如此之大呢 对此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 但是个人认为 以下两点因素可能也很重要 一心理层面的作用 即它良好的心理素质 应该起到了很大作用 为何在此首先要强调这一点呢 因为如果要说 现在的前天亦有多么强的整体硬实力 暂时可能还有点达不到 这次比赛 最关键的两场比赛 它都是逆转取胜 赢得非常显 一对阵伊藤美成 它是在两局比赛都是8点10分落后的 不利形式下实现逆转的 二对阵袁家男 则是在大比分0比2落后的困难型 试下连班三局 最后完成大逆转的 你看 两次都是命悬一线 在别人看来已经无望 甚至连教练都有点底气不足的情况下 反败未胜的 看得让人心惊肉跳 这种情况也说明 如果单论硬实力 它还并没有在一夜之间脱胎换骨 与对手相比 并不占绝对优势 可是 这两次险境 却趁拖出了钱天怡在另一方面的强大 那就是 超强的心理素质 即 在这方面 它的硬实力是占绝对优势的 要远远高于伊藤美成和袁家男 至这才是关键 心理素质 对运动员非常重要 有不少实力很降的球员 最后都是倒在心理素质上 关键时刻不过关 抗不住那样 有实力也等于没有 在这一点上 伊藤美成就是很好的例子 你看他在关键分上输过多少次了 以前对孙颖杀输 对陈梦输 现在对王曼玉输 对王亦迪输 甚至对钱天一也开始输了 一到关键时候 就掉链子 看似外表波澜不惊 实则内心可能已紧张得不得了了 这就导致手头发紧 技术变形 失误连连 屡时良机 其实 这也不难理解 在关键分上输多了 无论是谁 都会有心理阴影 到时格外紧张 就是不可避免的 而一紧张就全完了 所以说 过硬的心理素质 对球员太重要了 高手过招 胜负在好里之间 往往也就是一个关键分的差距 如果你老是心理素质 不过关 不能打关键分 那就很难了 而在这一点上 钱天一则表现得很好 他那超强的心理素质 不仅值体现 在这一次 在以前的比赛中 也是屡屡上演 甚至已经成为了 他个人的标签 因此 心理素质的强大 应该是本次 钱天一有惊人表现的 首个重要原因 如今的钱天一 有点像三年前的孙颖沙 二 长达比赛的作用 这里所说的比赛 就是类似WTT 赛事这样的国际比赛 这两年来 在国际比赛方面 我们国拼实行 主力、自主力、小将、三班倒 所以自主力们 打的比赛也不少 说实话 对于职业球员来说 水准的提高 最终还是要靠实战 及多打比赛来提升的 光链不打 那样说会有多么大的进步 也不太可能 虽然说 不是每一名球员 都能通过比赛来脱胎 换骨 但实战是提高实力的唯一途径 这一点是无容置疑的有悟性 会总结 心里强的球员 是能通过比赛来迅速提高自己的 因为 打的比赛多了 尤其是恶战打多了 那中断链价值是非常大的 这不是只观在家里训练所能相比的 像前天一就是这样的例子 你看 在前面的WTT比赛中 他已经打了多少次逆风球 几乎每次的追分都让人不可思议 至这已经成了他的一个鲜明特点 量变中将带来质变 关键分打多了 自信自然就会逐步提升了 心理素质也就一点一点的增强至这样 到了大赛突然爆发 也就不意外了前面是有积累的 否则 如果平时不打比赛 上来就让他打打满贯着魔重要的比赛 他还会有这样惊人的表现吗 说实话 那就不好讲了 而相比之下 在日本女拼方面 像整天闭关修炼 和闭门造车的早田希娜和伊藤美城呢 则一天天有下滑的趋势 不如以前内模强势了 因此 多打比赛所带来的作用 应该是这次前天一进步很大的 又一个原因 综上所述 这次新加坡大满贯 前天一一鸣惊人 表现让人扎舌 同时他的表现也给人更多启发 注重心理素质的培养 加多打比赛 这两点 对球员水准的提高不容小觑 继续加油吧